一直充满话题性的将冠道区近日再有新发展 因为发展局向立法会递交了 将冠道137区的初步发展蓝图 计划在那里会兴建5万个住宅单位 实际这个位置距离康城站大概是2公里的范围 对康城站和将冠道区的居民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决定带大家来实地考试一下 将冠道137区位于将冠道工业邨和佛堂奥以南 属于一幅已经平整了土地 占地大概80公顶 部份接近三边的位置就是新界东南堆田国展区 但如是大部分用地都是临时填料库 用来储存公众填料 时任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2016 已经提出重新规划的建议 在2022年尾 政府决定将相关用地发展作为房屋用途的新社区 提供大概5,000个住的单位 预计容纳人口135,000人 最快可以在2030年之前入伙 我刚刚在康城站乘巴士 进到将冠道工业区 进去137区最近的位置 应该走到无线电视城 沿着环保大道一直走到东西 就是137区 但我认为这条路是一段距离 我会和大家走到去看看 这个环保大道的对面 就是新界东南堆田区 在2016年开始 只能够接收一些建筑废料的询物 不能再接收一些都市固体的询物 不过在2021年 其实都饱和了 需要关闭了 不过同日有另一个堆田区的运作 就是这个堆田区的博建区 其实一直在堆田区的入车的位置 这个位置都会延伸到137区那边 沿着环保大道一直走到无端 来到闭口位置 这里标示着137区 也就是日后会发展为住宅的地方 不过现场所见 暂时只有车路 没有人路可以走 我刚刚在环保大道那边 走到无端 就已经没有人路可以再走进来 我也是肯定走这些车路 走进来这个位置 这里就已经是137区 基本上就是了无人烟 除了很多 你见到很多车路经过之外 都没有什么人走进来 整个137区 这里佔地是有80公顷 很大一直进去里面也是 但是政府计划 会再填海多20公顷 整个项目是会有101公顷 可以发展 当中有11公顷 是会预留作一个GIC用途 其实我现在站在这边这个位置 即是在无纯电视程 突然走进来这边这个位置 它就已经是会画了一个GIC用途 那住宅会在哪里呢 住宅会在这个GIC用途 再进去的部分 我知道地面很难看得清楚 从高空虎陷会不会看得清楚一点 建议中的137区 因为沿海位置会填海 所以你们现在望海的位置 日后就会成为内陆 但是由康城站延伸出来的 将军澳南沿线 就会穿过将军澳工业区 对出的海域 和佛塘澳地底 一直延伸来这个位置 成为137区的中心地区 沿海位置会发展海滨长廊和公园 车站旁边就设有社区公园 文娱和商业设施 成为137区主要活动中心 整个项目的住宅发展 就会环绕站口500米而建 根据初步规划的蓝图 你会见到这里预留了大概10幅用地 合共54公顷 也就是相当于整个发展项目的一半 轻建5万个单位 工营和私营住宅是73比 工营单位34,500个 而私楼是15,500个 预计首批34,000人左右在2030年入伙 15,500个私楼住的单位是多少单位 形象化一点来说 就等于本港一年私楼吸纳量 所以纯粹在发展蓝图 其实以目前政府手上高 在土地捕坑建柴之下 137区的供应是可以捕捉到长远的不足 问题是新区规划的同时 都会对周边居民造成困扰 特别是137区的规划发展 与康城站和将军澳区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单位数目和容纳人口 都比康城多出足足一倍 现在采用二街一行车模式的康城站 其实论班次已被其他将军澳线疏落 等到137区落城之后 康城站会失去尾站有位座的优势 只留了繁忙时间 也未知负荷程度如何 区内的交通是否真的负荷 会是一大挑战 而且从居住角度来看 都不离区内的居民 因为直至2030年137区首批居民才入伙 其实都等于康城站的住户 起码要忍受多7年以上尘土飞扬的日子 毕竟137区和康城站的距离只有1.9公里 康城站向南的物业 包括晋海、LP6和Ocean Marini 都可能会受到137区动工时沙尘所影响 虽然随于137区内的填料区 会用在兴建住宅之后 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展区会关闭 但不代表相关的厌户性行业会消失 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展区 现在每日平均处理2700公吨建筑费物 每日有570架废料车両会经过 而137区填料区每日平均处理15000公吨的填料 合管有1070架车会经过 日后统统会转移到132区 而132区即是哪里呢 位置在跨湾大桥以东南、维景湾半偏南的位置 政府又解释为何要将相关设施转移到132区 背后跟近海优势有关 就是希望通过水路去接收和转运填料或废物 以减少对陆路交通的压力 但实际132区和康城站距离只有2公里 日后康城站望向南塘海峡和跨湾大桥的单位 都会多了一重垃圾回收站的景观 当然新规划影响周边居民固然无可避免 问题是如何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这是政府在规划时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其实区内有居民提议 可以将一些厌护性行业 比如搬迁去到岩洞 或者远离一些民居 究竟相关意见政府在规划时有没有考虑过呢 如果经过考虑之后 发现原来执行上高是有阻力 其实都值得和市民交代一下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么多 大家对内容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也记得订阅我们胡雪楼市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和最重要的CRS 今天先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